《建教合作》 《建教合作》 它其實是在幫助目前在學的學生們 如何提早進入職場的一個牽制的準備 背後的意義是 這是一個勝利的運動 兩邊都會贏 這就是第一次試試 我們試試試看 我們說如何是 我們看到很多事情 我們要做得到更好 但它應該是 兩邊都會贏 專業方面 和學校 我覺得這一次來參加這樣 和我們一起排練的學生 本身程度就相當不全 我覺得第一次排練之前的準備 是很重要的 因為以一個職業樂團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犯錯是幾乎不被容許的 所以在事前的準備一定要很充分 以一個學生來說 就是一個很難的地面 常常發生在樂曲當中的話 就是關於樂句 或者是音量 會因為我們在樂團當下的 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我們必須去做一些調整 跟改變 其實這些好像小事情 然後很瑣碎很細的事情 可是就是這樣的累積 就造成我們對音樂的堅持 每次來這邊排練 看到老師們都很努力的在為這場演出做準備 然後他們也都很努力的在處理那些 音樂上面一些小細節 因為我的願望也是希望可以成為 就是樂團團員 所以我希望我畢業之後可以 就是考進一個職業樂團 然後好好努力成為一個很棒的樂團團員 透過這樣的經驗裡面 他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在除了自己練習以外 或者是跟同學之間的互動之後 然後實際看到跟樂團的 職業樂團的運作 跟需要努力的方向 我想可以對他未來在堅持的時候 就更清楚怎麼去做努力 我跟他一樣也是 未來會想要成為職業樂團裡面的成員 因為這次的合作 就看過別的老師的演奏之後 我會發現在排練之後 對自己的演奏 會更注意自己的演奏 然後再去做調整 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能夠讓學生們提早知道說 原來在職業樂團裡面工作的內容 還有跟課席指揮工作上的強度 不同於學校 每個禮拜可能只排練兩天 然後只有兩個小時的工作的內容 這樣的話也能夠讓他們 對於職業樂團在學習中有一個憧憬 我相信在樂團裡面的氣氛 大家都是非常嚴肅 因為畢竟在排練 然後尤其是我們的首席指揮 在排練過程中是非常的嚴謹 很相當的要求 所以我相信他們在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排練 更何況我們一開始是有分布的 所以在分布的時候就只有單獨樂器 所以他們就是這種戰戰兢兢那種 有點擔心害怕的眼神在跟我們工作 但是過了幾天之後呢 我覺得他們有找到在職業樂團工作上的這個節奏 慢慢的也能夠觀察到如何跟老師們在演奏上去配合 我覺得這個東西比你跟同學一起演奏來的收穫來的更大 大樂團對我來說就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雖然壓力很大 可是就是當大家一起做到只會想要的東西 或是我們期望達到的目標的話 我就覺得很開心 就算壓力很大 但最後的結果也會讓我很開心 其實我們從第一天突體的排練 第一個聲音一出現 我們就可以感覺到 除了我們社交的同事們 很專業投入的表現之外 然後可以感覺另外一股就是年輕人帶來的 那種很充沛的活力跟那種朝氣 那這兩股聲音一起產生出來的音樂 其實很有意思 然後會讓人家覺得很興奮 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你知道, for a conductor young people don't know their limits they test their limits every young people we all when we were young what's the limits and young people in orchestra they have no limits so it is fantastic as a conductor you push, you stimulate you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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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do better you can do this, you can do that and it creates your it stimulates your imagination so it is something I love to do with young people because there's always an immediate reward coming and even if there's some accidents happening they take risks it is very stimulating and a huge challenge for any conductor I love to do that and this is what we're doing to talk a little bit over almost all three and it says it can be a hard time for every one kind of a